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又回到問答環節 再呼籲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打你204-6566,或者可以把問題的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或者Facebook 我們正在做Live,可以留言給我們,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事不宜遲,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胡小姐,在旁邊等下,胡小姐你好 胡小姐你好,早安 兩位主持好,中門三隻股票 中門380,230元有一手,258元有兩手 我中門先打算,還是看看230元可以到哪個價位先 是 減到751到未有貨,想問一下今天升到哪個價位可以買 還有做多少,自私買多少 是 還有1119到未有貨,想問一下 119?保理置業? 不是,1119 哦,1119 創夢天地 是 是,即是想買的這隻油 是,都是未有貨的 未有貨的 OK 胡小姐,八卦問你,你為什麼想買一隻創夢天地? 哦,我看到那天,那個超股價都掉到那麼多,看看可不可以買 我先回答你這隻,這隻如果純粹炒一些,即是你如果炒現在這一刻,那些政策面那些東西的話呢 嗯,我覺得你可以撐一下,但這一隻呢,因為它現在上市之後,它的成交量縮了 即是你見到它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是 3 對,可以說成交量只有80多萬這樣 嗯 其實不多,即是你可以說都好像有點疑,現在在買兩行的情況 所以你買來擺的話,沒說不行的 但可能你是短線之餘,你見到它的價一旦真的可能 因為我都會比較悶的,即是如果你打算短炒的話,這一隻呢 有一次,不是那麼容易,即是不是那麼容易玩 所以如果你打算短炒,如果你打算短炒的話,這一隻呢 似乎現在不適合你了,即是我覺得又不會有什麼好處 但其他的那些,即是例如說你剛剛提到的創圍那樣 那你現在買不買,因為現在說的是,剛剛,即是你知道,我想你很明白為什麼 我想你追貨的原因都是覺得它,有些政策叫幫幫手,是不是 那你相信它這個政策真的會出來的,那你可以短線一點 短線,因為,即是我想今天市場的焦點都是離不開這些家電啊 和這些汽車的板塊的了 是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炒國,炒政策扶持的,買一點吧 但是,多少錢賣好了呢 什麼呀 多少錢賣好了呢,現在都一個百六百 這些呀,這些都真是你沒有的,這些我覺得你都 因為如果你炒這個政策,這個政策的話,你不是炒這一層的了 還有,如果真的出這個政策的話,你是不止升那麼少的 說真的,這是一個經驗來的,即是你看上一次我們說 炒了家電下香,汽車下香這些,其實這些板塊是可以很厲害的 即是中國人不相信都可以的 看你信不信,即是看你信不信,那個政策真的會推出來了 我自己呢,也都很老實,我覺得有些講難了,即是發覺有些講難了 即是發覺有些講難了,所以如果你這樣算 你可能躲起來了,這些真的躲起來了 躲起來就短炒了,你當炒到見兩元這些位置,這樣做法 另外,最後一隻是廣交所,廣交所又這樣說回 即是你說市場,如果真的氣氛上好一點,成交量又保持OK的話 因為今天的成交量,你看看現在這個時間已經四百多億了 其實是一個挺厲害的情況來的 如果那隻氣氛是改善了,那成交量開始又大了 廣交所的股價,有條件是會大一點上去的 所以如果均衡所提到的,三個股份來計的話 廣交所先拿著它,那這隻751,你相信它政策面的 就是買一些,看兩元這個位置,短一看兩元這個位置先 那這隻119的話,就暫時考慮一下,就先觀望一下 嗯,好啊,胡小姐呢? 只是不要想119先 沒錯 好,接著就輪到下一位家庭觀眾了 陳小姐,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問什麼呢? 我很久以前買了人壽 這樣跌,這樣跌 那你說現在這個時候,我可不可以換馬呢? 會不會在什麼呢? 就平保便不便宜,或者平保或者823這些 823 823 823 老老實實,平保現在的股價,人壽的股價 現在叫做有些,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有些追落後的情況,有些反彈 那如果真的市場的氣氛是保不住的話 那這些我們說,那些最差的股份 那個彈幅呢,有機會會最好的 那所以你說現在,既然它的股價又彈了一些上去的話 拿著它先 那但是就,我想你也是拿了一段時間的貨 反而這一陣子的時間,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我想你暫時訂回呢 17元左右做一個叫做止洩位先 假設你都回到去 可能穿17元的時間 你先考慮一下就沽了去 但是換馬的話,因為本身平保呢 其實這一陣子的勢頭都不是很好的 都是比較差的 而且因為是內涉這個板塊 我想今年暫時大家對於它們的看法 比較審慎 所以你要換馬的話呢 不建議你換去屏幕那裏 反而一旦轉呢 823這些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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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 或者我們有Risk那些 反而一旦轉,如果你真的想換馬的話呢 領政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領政這些價格都叫做有創新高位 那有些,我覺得你都可以先等一會 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回到一些 可能大概是78元左右 才考慮這一隻 嗯,好啊 那陳小姐可以跟著她做部署 接下來我們輪到下一位家庭觀眾了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你好,早安 你好,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2822和2318 2318 我有少少貨2318 是 那不知上網什麼位 我在現在什麼價錢 現在68.7 是 我在67.2有少少貨 是 那不知上網什麼位 是 現在這一轉 吳小姐也是比較多 短線少少先 看看去70元這些大位 能不能破到先 這些位真的 因為現在,其實今天 有一些彈上來的原因呢 A股都叫做不差 而且因為 其實很有趣 或者這一轉的時間 或者說今天 你的市場炒什麼呢 現在我會覺得 大家覺得 內地方面 會有很多的措施 會扶持不同的板塊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去做事 會純粹 是刺激 汽車和家電 可能有一系列的政策 有機會是會出台 所以 其實市場炒 我覺得炒內地方面 是放鬆一些的 憧憬 是否真的 我是有保留的 不過 你說純粹 你當短線的話 看著70元這個位置 先到2318 因為 我剛剛提及到 大家現在擔心的話 可能是那個行業 今年上半年的發展 可能就不是太過理想 是講這一點 所以 重視估計 現在有一旦也好 70元那些位置 暫時都是 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你有貨的話 都可能暫時回到那個位置 那些位置先 即是破都沒有 可以先拿著貨 但上到這位附近的話 其實都已經升不起 就先沽了 好 另外 小姐還有一個 222 這些又不怕 如果你說A股 現在這一輪的行程 都叫做這麼不錯 就先拿著去 我知道這隻 應該都有貨 這隻 你說溝貨就不用溝貨了 但現在有貨的話 先拿著去 看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是一個 初貨的目標 都是12元左右 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 如果A股 真的有些 叫做好些的行程 的話 要去大概12.5樓上 這個位置應該都不難 好 222 暫時看著12元的位置 平保都看70元的位置 你看到那些欄股 其實這一陣子都升得挺厲害 這一陣子 是啊 都是大家覺得阿公有機會 做一些鬆一點的衝景 是啊 真的不知道買什麼好 但是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你相信阿公會再出手 出招的話 就躲著眼衝進去 其實現在是 好像你說 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 真的在內地方面 會做一些 可能你說 汽車啊 家電這些 真的會鬆手 會有些政策去扶持的話 你就躲著眼衝進去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真的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 長遠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 短拆OK的 還有 我覺得就是昨天他出來講的 現在是趕大了 我真的不 我其實覺得 就是不知道 我會承認他們 其實真的什麼都不會做 嗯 就是只有一個講字 其實是 對 沒錯 我相信你不要買 我覺得 因為有股市 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沒有理由 每兩個去升 突然間說 不是很好 不會的 是啊 所以自己買不買的話 應該要自己衡量 真的 那句 你相信有政策的話 躲著眼衝進去 你不相信的話 還有唐邊海就算 好啊 謝謝Stanley 那麼詳重的分析 也跟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續上述投票股分呢 有評寶的 好 謝謝 今集的節目差不多 待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